然後接下來就影后 其實影后上次我們已經有聊過一點 就是我們在淑女寮的 淑女寮 淑女寮的色夏羅南 跟那個意外的媽媽之間在掙扎 對 對啊 然後我們兩個都 最後都妥協給意外的媽媽 對啊 那我們把其他人放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看其他人 他們到底入圍過幾次還有是不是 對啊 就是 第一個就是水底情深的女主角 很多人很愛她 可是她本來就是一個 她就像是一個 她對台灣的人來說 她就像是一個 柯淑媛 就是你知道她會演戲 然後她又都就是漂漂亮亮的 然後 柯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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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淑琴是男的 I'm sorry 沒關係我既然還講得出名字 我還很厲害 柯淑琴會不會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她是一個資深的演員 但是她的演戲就是都是 很難得會有一部 特別為她打造 她是主角的片的那種演員 對啊 她平常都是 她是舞台劇出身的 然後英國的 很硬底子的演員 然後上次 入圍是因為藍色茉莉 然後入圍女配角 就只有那麼一次過 她也是只有那麼一次過 然後我那天看了就是 水底情深的幕後啊 我才覺得她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那個 我以為人魚都是用 魚人都是用電腦特效做 就不是 她是真的就在 她就穿著那個衣服一起演 然後再用電腦特效加強一些這樣 然後那女生也是身上都要做很多那種 特效的記號 對啊 然後兩個人是真的在演感情戲這樣 對啊 很厲害耶 哇 就覺得原來不是假的這樣 對啊 愛得好深喔 連在那個水裡面 那個最後一幕 那個很漂亮的那個畫面 他們真的就在水裡面拍這樣 好酷喔 對啊 頂多是那個頭髮做一些 就是電腦加強這樣 對啊 第一次演主角的電影耶 也是蠻值得 嗯 也是蠻看好的啦 也會覺得啊 如果不是一彎媽媽 那給她也不知道 怎麼這麼難 就是這個片我想演 因為不用講英文 就只要靠言語的溝通 對 對 還有手語 對 我覺得這樣 嗯 還有這個 有大量的裸露場面 我想要嘗試 然後呢 還有另外就是 講到馬格羅比拉 對啊 雖然那也是賠榜的機率高 蛤 你覺得嗎 我覺得她現在的那個 這個氣勢好強大 對啊 前面有 前面就是有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意外媽媽 就是站最前面 她今年60歲也是難得演到一個 這麼強大主角的片 她雖然已經有拿過影后了 對啊 冰雪暴 再來就是 淑君雅德 瑟夏羅南 她是一個恐怖的年輕女孩 對啊 她是一個得獎大家也會拍拍手的人 嗯 因為有人就是 欸幹嘛 她也才23歲 狂妙 她就是一個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很會演戲的孩子 對啊 她23歲已經入圍三次了 What 她有想過馬格羅比的心情嗎 對啊 馬格羅比27歲 嗯 然後第一次入圍 我不知道 我就在後來看就是製作過程的時候 發現她不是真的變胖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你不是真的變胖 她不是真的變胖 她不是 她是靠 就是跟盖羅德曼一樣是 靠一些 那個 就是像 柳德華變胖那種東西 對 可是她又沒有要這麼胖 對啊 就是最後而已啊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就是你只要變胖那麼一點點都不願意 沒有 她可能有別的工作啦 但是她 那時候她不是因為 她拍這部片不是真的變胖 我就想說 湯姆漢科都可以這樣變胖變瘦變胖變胖變瘦 我的冠軍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她也可以變胖變瘦啊 對啊 爸爸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才那麼一點點 為什麼不願意這樣子 也許她有自己 她的苦衷啊 是我自己想太多 我也會希望是自己耶 對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好像差那麼一點點這樣子 你都沒有罵蓋瑞歐等班 你罵她 嗯 因為蓋瑞歐等班 她必須胖那麼多 哦 對啊 她整個是整個圓起來 然後整個臉 來不及 對啊 整個沒有辦法 好吧 罵格洛比你有聽到嗎 哈哈哈 剛剛忘了講 瑟夏羅男要是得的話 她是史上第四位年輕的影后 她不是第一名 對啊 因為她已經23歲 你看小禎得獎的時候才22歲 就是有夠年輕 所以最年輕的影后是22歲 沒有 就還有再更年輕的 OK 對啊 她是排第四名 如果她得獎的話 哦 那另外一位就是 戲精中的戲精 梅宜 啊 對啊 跟你同天生日的梅宜 同月同日生的梅宜 對啊 她已經21次入圍了 她太強了 她也是跟單走華盛頓一樣 連續兩年都入圍 不知道梅宜會不會想要演那種 就是很輕鬆的喜劇 媽媽咪亞算嗎 不算 媽媽咪亞不算 因為她還有長 什麼一點都不輕鬆 就是 就是 就是那種像 爸爸不在家這一類 或是road trip那一道 對對對 無腦 媽媽不在家 可是如果一部那種喜劇 要打出梅宜史翠普主演 妳會覺得很奇怪 我會覺得很棒 我覺得她會很快樂 不然就是 我覺得是 就是類似是那種喜劇 就像我昨天看那個Game Night 就是遊戲的Service 然後裡面突然出現 梅宜史翠普客串 我會覺得很驚喜 就是不要告訴你 就像勞勞丁尼洛啊 他很愛演一些喜劇 很驚 震驚的戲 我不是說梅宜不行 我只是說 他可能不願意 梅宜已經沒有 沒有空到 沒有辦法演那些片 因為大家來找她的片 都大到一個炸雕 都是很需要她的片 都是 對 然後想著勞勞丁 如果我在旁邊哭 好可 真的是不需要我了 所以我也超喜歡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今天就算梅宜不小心 演到什麼 不好看的片 就大爛片 你也會說 她應該只是在幫忙導演 所以你已經會為她說話了 你知道嗎 不是在怪梅宜不會挑劇本啊 還是什麼 我為了錢 都不會 然後她真的是 可能欠她人情吧 很難 她其實很少有這種機會 對啊 幾乎都是好騙 而且 就算那個片很爛 她還是可以入圍 就是厲害的地方 對啊 我的偶像 所以以後你就是 毫無懸念的投給 我還是投給意外媽媽耶 那樣的轉折太多了 好人壞人 然後心機 然後溫柔 然後愛情 我覺得她心裡 她演得太多層次了 太多面相了 都 每一個都說服我 包括跟她老公 的那種仇恨 對 那相較起來我覺得梅宜在 的post裡面也許 只是一個在工作上的狀態 跟 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多面相對不對 對 不要 就是比起面相 如果說意外媽媽有 三十八層 然後我覺得梅宜大概就是二十八 嗯 就是所以我投三十八 那鼠音妳要幾層 二 哪個羅幣有幾層 哪個羅幣 哪個羅幣 三 妳很會問喔 唉唷我問妳妳也會 我想說我要排好 妳的順序嘛 但是妳有 妳有覺得妳有同意嗎 就是妳有覺得說 嗯 就是因為層面的關係 對 就是如果有各種不同 就譬如說有人演那種就是 他可能前面很開心 然後後面突然就是 一個大意外然後爆炸 然後情緒整個大變化 那種反差比較多的 當然就會比較容易被看見 對 所以他當然有那麼多 不同的情緒 他的表演就要三十八層 都這麼到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難 嗯 然後在每一幕 每一幕都有讓妳覺得 就是她是 不管她在戀愛的狀態 她跟那個豬 住在那個階梯上 妳好像覺得他們兩個 有一點點可愛 對不對 有一點點大動 然後又 我也期待他們床下 對 就沒有 對不起 妳是最色的那個吧 我好奇嘛 對啊 沒看過 然後她在死壞的時候 她對那個牙醫 就很合理對不對 她對那個牙醫做的事 妳也覺得妳也太壞了吧 但是就是夠壞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她很 都每一個 每一個面向三十八層 都達到我了 嗯 對 希望好可以的這樣 妳也是投她嗎 我也投她 妳是怎麼結束 對啊 很開心的 但如果 如果就是要有黑馬 妳會給誰 就第二名的話 我希望給那個 水底情深 嗯 我希望給她 困難度算是高的 嗯 在拍攝的 不管技術上來說 我覺得克服那些技術上 對一個演員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沒有台詞的戲是最難的 所以水裡面 妳要怎樣保持 妳要就是 我沒辦法 我連張開眼睛都不太好 對啊我真的很佩服 外國人可以張開眼睛耶 像雷神最近也是就是 她在澳洲夏天嘛 就在獨家 就一天早上拍她 才在游泳幹嘛 那都是張開眼睛啊 好厲害 怎麼可以做到 我們以前就掉出來了啊 那妳們可以張開眼睛嗎 我也蠻想知道的 有些台灣人 我知道他們可以張開眼睛 想知道為什麼 如果妳可以張開眼睛 又知道為什麼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嗎 可以告訴我們嗎 對我們很好奇 對 就妳要怎麼樣 在水裡面 水裡面要張開眼睛夠難 然後妳還要演得 像若無其事那樣 像在陸地上那樣的感覺 很難耶 還有情感流露 對啊 很難耶 對然後再加上 真的她是唯一一個 沒有台詞的演員 這是最難的 嗯 這真是最難的 不靠說話 就要能夠 讓妳感受到她所有的情緒 然後打動 對 超難的 很難 那妳的黑馬都是怎樣 想要 我也很認同妳 但是我想要跟妳不一樣的話 就給那個說明尿好了 但是她入圍機率太大了 就是太多了 就是她今年不農的明年 就是今年不農的明年 還是有機會的 她也是很會選片的孩子 對啊 所以 不然給她也可以啦 給她也可以 喂 瑪格羅比亞 是啊 沒有啊 她就不投妳 打到澳洲比較遠 不要這樣 她都覺得妳不增肥 啊 妳跟梅晨在一起是不是 都在澳洲度假 好的 完齒了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只想跟妳講一聲啊 對 popcorn movies yes yes ok 拜拜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她本人 我會告訴她妳為什麼不爭肥 早來才不會咧 才不會咧 妳才不敢咧 我馬上嗨結果跟怎麼樣 OK